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384期 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 第84回 试文字宝玉使提亲 探京风驾环虫结怨 却说薛姨妈一时因被金贵 这场气嗷得干气上腻 做泪做痛 宝钗明知是这个缘故 也等不及医生来看 先叫人去买了几钱沟藤来 浓浓地煎了一碗 给他母亲吃了 又和秋林给薛姨妈垂腿揉胸 停了一会儿 烈绝安顿 这薛姨妈只是又悲又气 气的是金贵撒泼 悲的是宝钗又涵养 道觉可怜 宝钗又劝了一回 不知不觉地睡了一觉 肝气也渐渐平复了 宝钗便说道 妈妈 你这种嫌弃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过几天走得动了 乐得往那边老太太 姨妈处去说说话 散散闷也好 家里横竖 有我和秋林照看着 量她也不敢怎么样 薛姨妈点点头道 过两日 看罢了 且说原非 急欲之后 家中几个喜欢 过了几日 有几个老公走来 带着东西银两 选贵妃娘娘之病 因家中 醒问勤劳 既有赏赐 把物件银两 一一交代清楚 假设假正等 禀明了贾母 一旗谢恩必 太监吃了茶去了 大家回到贾母房中 说笑了一回 外面老婆子传进来说 小丝们来回到 那边有人请她老爷 说要紧的话了 贾母便向贾舍道 你去吧 贾舍答应着 退出来自去了 这里贾母忽然想起 和贾正笑道 娘娘心里 却甚时惦记着宝玉 巧儿还特特地 问她来着呢 贾正陪笑道 只是宝玉不大肯念书 功夫了娘娘的美意 贾母道 我倒给她上了个号 说她近日文章 都做上来了 贾正笑道 哪里能像老太太的话呢 贾母道 你们时常叫她出去 做事做文 难道她都没做上来啊 小孩子家 慢慢教导她 慢慢教导她 可是人家说的 胖子也不是一口吃的 贾正听了这话 忙 陪笑道 老太太说的是 贾母又道 提起宝玉 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 如今 她也大了 你们也该留神 看一个好孩子给她定下 这也是她终身的大事 也别 论远 尽亲切 什么穷啊 富啊的 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 好模样 周正的就好 贾正道 老太太吩咐的很是 但只一件事 姑娘也要好 第一 要她自己学好才好 不然 不狼 不秀的 反倒 耽误了人家的女孩 岂不可惜 贾母听了这话 心里 就有些不喜欢 便说道 轮起来 先放着你们做父母的 哪里用我去张心 但 只我想保育着孩子 从小跟着我 未免 多疼她一点 耽误了她成人的正事 也是有的 即使我看她的生来的模样 也还齐整 心性 也还实在 未必一定 是那种没冲息的 必知糟蹋了人家的女孩 也不知 是我偏心 我看着横竖 比玩儿练好些 不知你们看着怎么样 几句话 说得贾正心中 甚是不安 连忙陪笑道 老太太 看的人也多了 既说她 有好造化 想来是不错的 只是儿子 帮她成人 信太急了一点 或者 竟和古人的话相反 倒是 莫知 其子之美了 一句话 把贾母又 嗷笑了 众人也都陪着笑了 贾母 因说道 你这回子 也有了几岁年纪 又拘着官 自然 越历练 越老成 说到这里 回头 瞅着行夫人 和王夫人笑道 想她 想她那年轻的时候 那一种古怪脾气 比宝玉还加一倍呢 只等娶了媳妇 才略略地懂了些人事 如今只抱怨宝玉 这回子 我看宝玉比她还略体贴心 人情呢 和真哥媳妇 跟着我吃吧 贾政 及行王 二夫人 都答应着 伺候 摆上饭来 贾母又催了一遍 财都 退出 各散 却说行夫人 自去了 贾政 同王夫人 进入房中 贾政 因提起 贾母方才的话来 说道 老太太 这样疼宝玉 毕竟 要她有些实学 日后 可以混得功名 才好 不帮老太太 疼她一场 也不知 糟蹋了 人家的女孩 王夫人道 老爷这话 自然是该当的 贾政 因着个 屋里的丫头 传出去 告诉李贵 宝玉放学回来 索信吃饭后 再叫她过来 说我 还要问她话呢 李贵答应了事 只宝玉放了学 刚要过来请安 只见李贵道 二爷先不用过去 老爷吩咐了 今日叫二爷吃了饭 再过去呢 听见还有话 问二爷呢 宝玉听了这话 又是一个闷雷 只得见过贾母 便回园吃饭 三口两口吃完 忙竖了口 便往贾政这边来 贾政此时 在内书房坐着 宝玉进来请了安 一旁视力 贾政问道 这几日 我心上有事 也忘了问你 那一日 你说你师父 教你讲一个月的书 就要给你开笔 如今 算来 讲两个月了 你到底 开了笔没有 宝玉道 才做个三次 师父说 且不必回老爷知道 等好些 再回老爷知道吧 因此 这两天 总没赶回 宝玉道 贾政道 你带了家了来 还是在书房里呢 宝玉道 在学房里呢 贾政道 叫人 去了来我瞧 宝玉连忙 叫人传话 与贝明 叫他往学房中去 我书桌子 抽屉里 有一本 薄薄 竹纸本子 上面写着 窗客两字的就是 快拿来 一回 贾明 拿了来 地域宝玉 宝玉 成于贾政 贾政 方开看时 见头一篇 写着题目是 五十有五 而至于学 他原本 破的是 圣人 有至于学 幼儿 已然矣 戴如 却将柚子 抹去 名用 十五 贾政道 你原本柚子 便扣不清题目了 柚子是从小起 至十六以前 都是柚 这张书 是圣人自言学问 功夫 与年俱进的话 所以 十五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就要明点出来 才见到了几时 有这么个光景 到了几时 又有那么个光景 师父把你柚子 改了十五 便明白了好些 看到成题 那抹去的原本云 夫不至于学 人之常也 贾政摇头道 不但是孩子气 可见你本性 不是个学者的气质 又看后句 圣人十五 而智之 无意难呼 说道 这更不成话了 然后 看戴如的赶本云 夫人 孰不学 而至于学者 足先 此圣人 此圣人所为 自信于 十五 十一 便问 改得懂吗 宝玉 答应到 懂得 又看第二 题目是 人不知 而不运 便先看 戴如的改本云 不以不知 而运着 终无改齐 说 乐意 方 瞎着眼 看到抹去的底本 说道 你是什么 能 无运人之心 存乎 学者也 上一句 是单做了 而不运 三个字的题目 下一句 又犯了 夏文君子的分界 笔如改笔 才何题为了 且下句 找清上文 方式梳理 需要细心 领略 宝玉 答应着 贾政 又往下看 福不知 未有不运着也 而静不然 是非 由说 而乐着 各 可真 此 原本 末句 非 纯学者乎 贾政 道 这与破题 同病的 这改的也罢了 不过 清楚 还 说得去 第三 意识 则 归 末 贾政 贾政 看了题目 自己 扬着头 想了一想 因问 宝玉 道 你的书 讲到这里了吗 宝玉 道 师父说 孟子好懂些 所以 到先讲孟子 大前日 才讲完了 如今 讲上文语呢 贾政 因 看这个破城 道没大改 破题云 言于舍阳之外 若别无所归者焉 贾政 道 第二句 道难为你 夫莫 非欲归者也 而莫之言 以 半天下矣 则舍阳之外 欲 不归于莫 得乎 贾政 道 这是你做的吗 宝玉 孝打道 是 贾政 点点头 因说道 这 也并没有什么出色处 但出事笔 能如此 还算不离 前年我在任上时 还出过 为事为能 这个题目 那些童生 都读过前人这篇 不能自出心裁 美多抄袭 你念过没有 宝玉道 也念过 贾政道 我要你另换个主意 不许 雷同了前人 只 做个破题 也使得 宝玉 只得答应着 低头 搜索 哭肠 贾政 背着手 也在门口 站着 作响 只见 一个小小丝 往外 飞走 看见贾政 连忙 侧身 垂首 站住 贾政 便问道 做什么 小丝 回道 老太太那边 姨太太来了 二奶奶 传出话来 叫一杯饭呢 贾政 听了 也没言语 那小丝 自去了 谁知宝玉 自从宝钗 搬回家后 十分想念 听见薛姨妈来了 只当宝钗 拆筒来 心中早已忙了 便乍着胆子 回道 破题 倒做了一个 但不知是不是 贾政道 你念来我听 宝玉念道 天下 不接誓言 能无产者 亦 亦 亦 贾政听了 点着头道 也还使得 以后作文 总要把界限分清 把神理想 分明了 再去动笔 你来的时候 老太太知道不知道 宝玉道 知道的 贾政道 既如此 你还到老太太出去吧 宝玉答应了个事 只得拿捏着 慢慢地退出 刚过川廊 越动门的影瓶 便一溜烟 跑到老太太院门口 急得贝明 在后头 赶着叫 看跌倒了 老爷来了 宝玉 哪里 听得见 刚进的门来 便听见 王夫人 放解 探春的 笑语之声 丫鬨 丫鬟 见宝玉来了 连忙打起帘子 悄悄告诉她 姨太太在这里呢 宝玉赶忙进来给薛姨妈请安 过来才给贾母请了晚安 贾母便问 你今儿怎么这么早晚才散学 宝玉洗把贾政看文章 并命作破题的话述了一遍 贾母笑容满面 宝玉英问众人道 宝姐姐在哪里坐着呢 薛姨妈笑道 你宝姐姐没过来 家里和乡林做活呢 宝玉听了心中索然 又不好就走 只见说着话已摆上饭来 自然是贾母薛姨妈上座 探春等陪座 薛姨妈道 宝哥呢 贾母盲笑说道 宝玉跟着我这边坐吧 宝玉连忙回道 头里散学时 李贵传老爷的话 叫吃了饭过去 我赶着 要了一碟菜 泡茶 吃了一碗饭 就过去了 老太太和姨妈姐姐们用吧 家木道 起这么着 凤丫头就过来跟着我 你太太才说她今儿吃斋 叫他们自己吃去吧 王夫人也道 你跟着老太太 姨太太吃吧 不用等我 我吃斋呢 于是凤姐告了座 丫头安了杯主 凤姐直呼针了一群 才归座 大家吃着酒 贾母便问道 可是才姨太太提香林 我听见前儿丫头们说 丘陵不知是谁 问起来才知道 是她 怎么那孩子 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 薛姨妈满脸飞红 叹了气道 老太太 别再提起 自从 盼儿娶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媳妇 成日家姑姑唧唧 如今 闹得也不成个人家了 我也说过她几次 她牛心不听说 我也没那么大精神 和她们尽情吵去 只好 由她们去 可不是她闲着丫头的名字 不好改的 贾母道 名 什么要紧的事呢 薛姨妈道 说起来 我也怪扫的 其实老太太这边 有什么不知道的 她那里 是为这名不好 听见说她因为是保丫头起的 她才有心要改 贾母道 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薛姨妈 把手绢子不住的擦眼泪 未曾说 又叹了一口气道 老太太 还不知道呢 这如今 媳妇的装和宝鸭的傲气 前日老太太打发人 看我去 我们家里 整闹了 贾母连忙接着问道 可是前儿 听见姨太太干气疼 要大部分人看去 后来听见说好了 所以 没着人去 以我 劝姨太太 竟把她们别放在心上 再者 她们也是新过门的小夫妻 过些时 自然就好了 我看保丫头 性格温厚和平 虽然年轻 比大人还强十倍 前日那小丫头子回来说 我们这边 还都赞叹了她一回子 都像保丫头那样 心胸脾气 真是百里挑衣的 不是我说句贸实话 那给人家做了媳妇 怎么叫公婆不疼 家里上上下下的 不兵服呢 保丫头里已经听烦了 推顾要走 急听见这话 又做了呆呆的往下听 薛姨妈道 不中用 她虽好 到底是女孩子家 养了盘儿这个糊涂孩子 真真叫我不放心 只怕在外头喝点的酒 闹出事来 幸亏老太太这里的大爷 二爷常和他在一块 我还放点心 宝玉听到这里 便接口道 姨妈更不用选心 薛大哥相好的 都是些正经买卖大客人 都是有体面的 哪里就闹出事来 薛姨妈笑道 依你这样说 我敢只不用操心了 说话间 饭已吃完 宝玉先告辞了 晚间还要看书 便各自去了 这里丫头们 刚捧上茶来 只见琥珀走过来 向贾母耳旁 说了几句 贾母便向凤姐道 你快去吧 瞧瞧瞧瞧姐去吧 凤姐听了 还不知何故 大家也正了 琥珀随过来 向凤姐道 刚才贫儿 打发小丫头子来 回二奶奶 说瞧姐身上不大好 请二奶奶 忙着些过来才好呢 贾母 因说道 你快去吧 姨太太也不是外人 凤姐连忙答应 在薛姨妈跟前告了词 又见王夫人道 咦 先过去 我就去 小孩子家伙 还不全呢 别叫丫头们 大惊小怪的 屋里的猫儿狗儿 也叫他们留点神 尽着孩子跪去 偏有这些繁琐 凤姐答应了 然后 带了小丫头 回房去了 这里薛姨妈 又问了一回 待遇的病 贾母道 林丫头的孩子 倒罢了 只是心重些 所以身子 就不大 很结实了 要度灵性 也和宝丫头 不差什么 要度宽厚待人里头 却不急 她宝姐姐 有担待 有进让 薛姨妈 又说了两句闲话 便道 老太太歇着吧 我也要到家里去看看 只剩下宝鸭的 和乡林了 打那么同的姨太太 看看乔姐 贾母道 正是 姨太太上年纪的人 看看是怎么不好 说给他们 也得点主意 薛姨妈便告辞 同着王夫人出来 往凤姐院里去了 却说贾正 试了宝玉一番 心里却也喜欢 走向外面 和那些门客闲谈 说起方才的话来 便有心进到 来最善大旗的一个 王尔调 名作梅的 说道 据我们的看来 宝二爷的学问 已是大劲了 贾正道 哪有记忆 不过略懂得些罢了 学问两个字 早得狠了 贾正道 贾正道 这是老师翁过千的话 不但王大兄这般说 就是我们看 宝二爷 必定要高发的 贾正笑道 这也是诸位过爱的意思 那王尔调又道 晚生还有一句话 不准冒昧 和老师翁商议 贾正道 什么事 王尔调陪笑道 也是晚生的项羽 做过南韶道的张大老爷家 有一位小姐 说是生的 得人功貌俱全 此时尚未受聘 他又没有儿子 夹资俱万 但是要付贵 双全的人家 女婿又要出众 才肯做亲 晚生来了两个月 瞧着宝二爷的人品学业 都是必要大成的 老师翁这样明媒 还有何说 若晚生过去 宝馆一说就成 贾正道 宝一说亲 却也是年纪了 并且老太太常说起 但只张大老爷 素来尚未深细 瞻光道 王兄所提张家 晚生却也知道 况和大老爷那边 是旧亲 老师翁一问便知 贾正 想了一回 道 大老爷那边 不曾听得这门亲近 瞻光道 老师翁原来不知 这张府上 缘和刑旧太爷 那边有亲的 贾正听了 方知是刑夫人的亲近 坐了一回 进来了 便要同王夫人说之 转问刑夫人去 谁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妈 到凤姐那边 看乔姐去了 那天已经掌灯时候 薛姨妈去了 王夫人才过来了 贾正告诉了 王尔调和瞻光的话 又问乔姐怎么了 王夫人道 怕是惊风的光景 贾正道 不顺厉害吗 王夫人道 看着 是处风的来头 纸还没处出来呢 贾正听了 便不原意 各自安歇 一宿晚景 不提 却说次日 刑夫人过 贾母这边来请安 王夫人便提起 张家的事 一面回贾母 一面问刑夫人 刑夫人道 那张家随系老亲 但近年来 久已不通阴性 不知她家的公样 是怎么样的 倒是前日 孙亲家太太 打发老婆子 来问安 却说起张家的事 说她家有个姑娘 托孙亲家 那边有对劲的 提一提 听见说 只这一个女孩 十分骄养 也识得几个字 见不得大阵仗 藏在房中不出来的 张大老爷又说 只有这一个女孩 不敢嫁出去 怕人家公婆言 姑娘受不得委屈 必要女婿过门 坠在她家 给她料理些家事 贾母听到这里 不等说完便道 这断食不得 我们保护别人 服侍她 还不够呢 倒给人家当家去 刑夫人道 正是老太太 正是老太太这个话 贾母 迎向王夫人道 你回来告诉你老爷 就说我的话 这张家的亲事 是做不得的 王夫人答应了 贾母便问 你们昨日 你们昨日 看桥姐是怎么样 头里平儿 来回我说 很不大好 我要过去看看呢 行王 二夫人道 老太太随腾她 她哪里 担得住 贾母道 却也不止为她 我也要走动走动 活活筋骨 说着便吩咐 你们吃饭去吧 我来通往过去 行王 二夫人答应着出来 各自去了 一时吃了饭 都来陪贾母 到凤姐房中 凤姐连忙出来 接了进去 贾母便问 乔姐到底怎么样 凤姐道 只怕是处方的来头 贾母道 这么着 还不请人赶着瞧 凤姐道 已经请去了 贾母因同行王 二夫人进房来看 是见奶子抱着 用桃红 鳞子小棉被裹着 脸皮屈轻 眉梢 鼻翅 未有动力 贾母同行王 二夫人看了看 便出外间坐下 正说间 只见一个小丫头 回凤姐道 老爷大发人 问姐怎么样 凤姐道 替我回老爷 说 就请大夫去了 一会儿 一会儿开了房子 就过去回老爷 贾母忽然想起 张家的事来 向王夫人道 你该就去告诉你老爷 省得人家 去说了回来 又驳回 又问 刑夫人道 你们和张家如今 为什么不走了 刑夫人 因又说 论去 那张家行事 也难和咱们 做亲 太令客 没得玷污了 宝玉 凤姐听了这话 一知八九 便问道 太太不是说 宝兄弟的是亲事 欣夫人道 可不是吗 贾母接着 已经把刚才的画 告诉凤姐 凤姐笑道 不是我当着老祖宗 太太们 跟前说句大胆的话 先放着天配的姻缘 何用 别出去找 贾母笑问道 在哪里 凤姐道 一个宝玉 一个金锁 老太太怎么忘了 贾母笑了一笑 欣说 昨日你姑妈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提 凤姐道 老祖宗和太太们 在前头 哪里有我们小孩子 家说话的地方 况且 姨妈过来 瞧老祖宗 怎么提这些个 这也得太太们 过去求亲才是 贾母笑了 行王 二夫人也都笑了 贾母 阴道 可是我被毁了 说着 人回 大夫来了 贾母便坐在外间 行王 二夫人 略弊 那大夫 从贾连进来 给贾母请了安 方进房中 看了出来 站在地下 攻身 回贾母道 牛一半是内热 一半是精风 须先用一剂 发散 风谈药 换药用四神散 才好 因病史来得不轻 如今的牛皇 都是假的 要找真牛皇方用的 贾母 到了阀 那大夫同贾连 出去开了方子 去了 凤姐道 人生 家里常有 这牛皇 倒怕未必有 外头买去 只是要真的猜好 王夫人道 等我打发人 到姨太的那边 去找找 他家牌 是像与那些 稀客们做买卖 或者有真的 也未可知 我叫人去问问 正说话间 众子妹都来乔来了 坐了一回 也都跟着贾母等去了 这里煎了药 给乔姐灌了下去 只见 咔的一声 连药带痰都吐出来 凤姐才略放了一点心 只见王夫人那边的小丫头 拿着一点的小红纸包 说道 二奶奶 牛皇有了 太太说了 叫二奶奶 亲自 把分两对准了呢 凤姐答应着接过来 边叫平儿 配齐了珍珠 冰片 朱砂 快熬起来 自己 用等着 按番撑了 缠在里面 等乔姐醒了 好给他吃 只见贾桓 仙帘进来说 二姐姐 你们乔姐姐怎么样了 妈叫我来瞧瞧她 凤姐见了她母子 变闲 说 好些了 你回去说 叫你们姨娘想着 那贾桓口里答应 只管各处瞧看 看了一回 便问 风姐道 你这里 听着说有牛皇 不知 牛皇 是怎么个样 给我瞧瞧呢 风姐道 你别在这里闹了 牛才好些 那牛皇都尖上了 贾桓听了 便去伸手 拿到吊子桥时 启之措手不及 吠的一声 吊子倒了 火已扑灭了一半 贾桓见不是事 自觉没趣 连忙跑了 凤姐急得火星直爆 骂道 真真 哪一世的对头院家 你何苦来 还来始作处侠 从前你妈要想害我 如今又来害妞 我和你们几辈子的仇呢 一面骂贫儿 不照应 正骂着 只见丫头 来找贾桓 放弃道 你去告诉赵姨娘 说她操心也太苦了 桥姐死定了 不用她惦记着 贫儿急忙 在那里配药再熬 那丫头摸不着头脑 便悄悄问贫儿道 二奶奶为什么生气 贫儿将黄哥弄倒 咬吊子说了一遍 丫头道 怪不得她不敢回来 躲了别处去了 这黄哥明日还不知怎么样呢 贫姐姐 我替你收拾吧 贫儿道 这倒不孝 幸亏牛皇还有一点 如今配好了 你去吧 丫头道 我一转回去 告诉赵姨奶奶 也省得她天天说嘴 丫头回去 果然告诉了赵姨娘 赵姨娘气得叫 快找桓儿 桓儿在外界屋子里躲着 被丫头找了来 赵姨娘便骂道 你这个下作种子 你为什么能撒了人家的药 招得人家招骂 我原叫你去问一声 不用进去 你偏进去 又不就走 还要虎头上捉狮子 你看我回了老爷 打你不打 这里赵姨娘正说着 只听贾桓在外间屋里 更说出心惊心动魄的话来 为之和言 下回分解 感谢